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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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郑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晚上 昨天夜里刮大风的时候 昨天夜里刮大风的时候 我没睡 我想了好多好多的往事 那样大的风 当年在我们民兵连植树的时候 几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赶紧给人家送过去 好 对 对 对 好 谢谢了 好 我已经调集苗木给李海洋送过去了 好 你来就说这个事了吧 发心 我都安排好了 好 好 好 我得谢谢你啊 昨天夜里那个风声 让我感到心急啊 你说像咱们这样的 什么风没听过 可是昨天晚上那个风 让我真有点害怕啊 我把人家一个从北京来的老板 活跃到白鹿沟 可是自己呢 在屋里舒舒服服地睡大觉 我内疚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现在就退休了 我肯定立马就奔向白鹿沟 去跟李海洋并肩战斗 行了 行了 赶紧回你的安监局战斗去吧 李海洋这边呢 有我呢 既然给人家当了顾问 那他的事 你就交给我办吧 好吗 好 老乔 我得感谢你一辈子 要谢也轮不着你啊 李海洋又不是你们家亲戚 哎 我现在 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了 我也会把他当做自己兄弟的 八十年代的时候 为了挣钱 什么都干过 我摆过地摊 也开过饭馆 后来我大着胆子和别人一起 开了小煤矿 那个合伙人其实就是我丈夫 我没有想到 我们那个煤矿越做越大 钱也越赚越多 你相信人会变吗 到后来我真的掉到前沿里边了 变成了现在的没老板 有的时候我就会想 我这一辈子 还会去重新种树吗 李总 你选择了种树 就是选择了吃苦头 如果你现在想撤还来得及 你的资金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你什么意思 你想让我撤 我自己都没坚持下来 我有什么资格跟你说坚持的话呢 你怎么会想分成 我什么学来不做 你怎么也想把你当时 走 走 你怎么在哪里 你怎么来 你问问刘连长 当初他们中书的时候 是不是比你难多了 累多了 不要遇到一点小挫折 就打退堂鼓 我知道了吗 你帮忙 把我母亲送回去吧 好 没问题 我不想回 我才在这儿守着你 现在更得守着你 妈 你别这样 你待在这儿 帮不了我的忙 竟给我添乱 我知道你的心思 好吧 我答应你 待在这儿不走了 这行了吧 妈 心疼你 妈真是心疼你 儿子 你千万别这么说 现在才哪儿到哪儿了 还不是你心疼我的时候 是我心疼你 上车吧 大妈 妈 回去吧 我还有好多事呢 是吗 我的天啊 妈 是吗 是吗 大妈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 我是老师 汉阳他爸爸也是老师 那么老李家 从祖上起 差不多呀 都是老师 难怪 我头一回见到他 就觉得他像个书生 不像老板 现在啊 到处都是老板 满世界的老板 都做生意 以前穷 都想挣钱 你肯定也想挣钱 开了那么大的煤矿 钱也挣够了 那就回去种树吧 别再往下挖了 给子孙后代丢点吧 李总 喂 校长 回来了 情况怎么样 我爷爷让我告诉您 树苗的事他会想办法的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您一个事情 我爷爷他根本就没那么多树苗 他不让我跟您说 他说他自己会看着办 知道了 小强 过来 你们两个马上回办公室 上网查苗木公司 查到了以后 挨家打电话 寻假 卡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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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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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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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你别说什么的 叫叶总 叶总好 叶总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马智沙 也是北京来的大学生 他爷爷是我的顾问 他现在算是我的员工了 我叫宋小强 我也是大学生 是渔州大学毕业的 现在也是李总的部下 你们先忙着 走 到我那儿去 坐 我们老板娘是美女啊 什么破地儿 怎么了 就这破地儿你也住得下去 你都是因为那小女人吧 我现在才明白 你就是因为那个女的 美其名约什么野樱桃项目 你就是长了个野樱桃美女陪着你 你小声点儿行不行 那鞋怎么看那么年少啊 那不是你给我买的鞋吗 怎么怎么穿她脚上了 你小声点儿行不行 不行 你注意点儿形象形象 你是一公司老总 我注意什么形象啊 我告诉你李寒阳 你别欺人太甚 明天你就跟我回去 立马跟我走 否则咱们俩法庭人结 离婚 林辉 你别总是拿离婚来威胁我 行不行 行 实在走不下去了 我同意离婚 你把我的股份给我吧 我这个项目正缺钱呢 其实你不来 我正想去找你谈这事呢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吧 你早就跟那个女人搞在一起了 你一直在骗我 李寒阳 我还傻了吧唧的 我以为拿离婚来威胁你 你就会跟我回去 你会回到我身边 其实你早等着结果了是吧 你现在不需要我了 你需要一个小女人 每天用崇拜的目光望着你 你就觉得自己特别大是吧 好 我成全你 不过我告诉你 我没有一分钱给你 也不可能给你一分钱 只有一个结果 尽身出户 尽身出户 不过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正啊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从外地调集一批树苗过来 人家答应过两天就给咱们送过来 不过 这得需要李汉阳自己花钱购买 可不能像马大爷那样白送哦 买啊 没问题 李汉阳是北京来的 人家是大老板做大项目的 买树苗那是花小钱 你太想瞧她了 哎呀 有你这句话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我也不能不担心哦 现在的大老板玩空手道得多 哎呀 花大钱那是大手比花小钱 都舍不得这种老板我也见过 行 我跟你这么说吧 如果她舍不得花这个小钱 这买苗木的钱我帮她出 我老婆是每个月给我两千块钱 我哪花得了啊 这不 全都在这儿 最少大概有两万块钱吧 都在这儿 你老婆每个月给你多少零块钱 你有没有私房钱都拿出来 都拿出来帮李汉阳帮人 咱们帮到底 怎么样 你刚才还说李汉阳是个大老板 现在要拿自己的私房钱 给他买树苗 我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不是 你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 你相信我就相信他 不行 我得多个心眼了 哎 哎 老肖 这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啊 李汉阳帮的婆姨来了 两个人吵了一架 他把李老板的钱啊 全部还了总 不 你去把李汉阳帮 给咱的十万块钱 从这儿拿了 那还给他 不要什么 是李总给你要的钱啊 不是 是我自己想的 他现在知道了 李老板根本就没钱了 他要是真的没钱了 这吉利也是半不哈气了 那就怎么回家呢 半不哈气就半不哈气嘛 回来嘛 关你什么是吗 你凭什么把钱给他 这老是钱 钱 钱的 钱咋了 这次帮李老板 把这个男官度过了 等他腾达了 他会尽个一辈子的 他可以说你对 对着你 去 到那边把车车打来 我去 帮李哥 替他打去 你又是在哪儿拿那儿呢 我还不去 打开 先吃饭 喂 刘总 不好了 出事了 今天李总的老婆来了 跟李总大吵了一家又走了 我们李总现在没钱了 这个项目可能做不下去了 我知道了 小强 你别慌 也别着急 照样工作 我相信李总 他会把一切问题处理好的 好 就这样 喂 二叔 我是小强 我给您汇报一个情况 我们这个项目可能做不下去了 把情况要说具体点 今天李总的老婆来了 跟李总大吵了一下 老婆来了 那现在呢 现在又走了 又走了 二叔 我们李总可能没钱了 钱没了 他本来就没钱 二叔 我知道您心里善良 您有才大气素的 您能不能帮帮我们李总 这事不用你管 我交代给你的事情 你干好就行了 今天这个情况反映得非常及时 口头表演一次 就这样 我正忙着呢 来来来 兄弟们 好戏开场 来来来 玩起来 来来来 黎总 你们吵架是因为我吗 怎么可能呢 跟你没关系 别瞎想 我都听见了 这双鞋是您之前买给他的 现在穿在我的脚上 他肯定会误会 我就不该穿这双鞋 你穿着合适就是你的 就这么简单 您可能要有点思想准备 怎么了 我不喜欢崇拜谁 更不会用崇拜的目光看着谁 挺好啊 我跟我媳妇是大学同学 当时她在学校 是最漂亮的女生 追她的人很多 最后被我追上了 我的徐荣欣得到满足 可是 我也被徐荣欣害了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 我绝对不要徐荣欣 李总 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基地是不是明天就要关门了 你说什么 关门 怎么可能呢 我要让你看看 我这个老板 是怎么练成的 我有点饿了 莎莎 你帮忙泡碗方便面行吗 怎么了 你不会泡 这怎么可能 我们就是被方便面泡大的一代人 大哥 大哥 等会儿 给 拿着 这是干什么 这次你拼个那十万块钱医药费 我一分都磨洞 你拿去用吧 你婆婆也不仗义 把你钱拿走 他没想到 你还用我这个兄弟呢 大亏 你干什么你 谁告诉你我没钱 我就是没钱 也不能要你的钱 大哥 大哥 哪有大哥 大哥 你忘了你跟我妈说的 你认识当你的兄弟 你要真认识我这个兄弟的话 你就把钱拿着 饿的钱 就是你的钱 大亏 我的好兄弟 哥现在确实 遇到难处了 你这是 学历松弹 咱哥俩说好了 你这十万块钱 算是入股 今后 无论公司 是赔是赚 哥 都加倍地还你 好不好 行 我听你的 妈 叶辉 你怎么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叶辉 别哭 别哭 咱们都不止书 走 不止书 好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们千万别吵架 家和万事兴 别让感情上的事 别让感情上的事 影响工作 昨天晚上啊 一会都跟我说了 你真的跟马大爷的孙女 你说什么呢 我跟人家孩子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相信我吗 那你让那个女娃娃离开吧 别待在白鲁沟了 反正她也不是干活的人 我凭什么让人走啊 白鲁沟正需要年轻人 我好不容易把人家给留下来 我不可能让人走 你 有一点我得声明一下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你在哪儿听谁胡说八道 那个女孩 跟她男朋友感情很好 男朋友出国了 她日思夜想 得 你这么一闹 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我也下不来台 你说多丢人 那好啊 你让她马上离开 马上把她辞退了 只要她离开 我就同意不离婚 你这叫什么条件啊 这话你也说得出来 我实话告诉你 她爷爷好不容易说服她 在我这儿工作 她心还没定呢 没准哪天自己就走了 你是一公司老总 是干大事的人 处理感情问题 千万别那么冲动 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了 必须做下去 确实资金上出现了重大问题 我很难 按道理 你是最应该帮助我的人 别再拒绝我好吗 好吧 你让我回北京考虑一下吧 不过 我要先调研一下你的项目 在调研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我是不会出一份钱的 这话我爱听 最起码 你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 妈 再啥都不说了 我去做饭 在年仨呀 好好地在一块儿 吃顿饭 你看 把妈高兴了 想了 妈 我把夜会送走了 你也歇着吧 我回白楼了 不急 你坐下 妈有话有问 你说吧 儿子 你跟妈说实话 你现在做的这个项目 是不是很难 如果真的做不下去了 你可别硬撑着 难 确实挺难 再难我也做下去 不撞南墙 不会偷 不对 撞了南墙 我也不会偷 项目不项目的 我不懂 我就知道 你做的 是有功德 是有功德的事 妈得帮你 老李家 祖宗的 在天之灵 你爸爸的 在天之灵 都会帮你的 来吧 李总 请喝茶 刘总 我没心情喝茶 跟您说实话吧 我遇到难处了 你什么也不用说 你的事情 昨天小强 全都告诉我了 你今天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见你的 这也给你 您这是 这里边有一百万 我早替你准备好了 算我见你的 不计利息 哎呀 那天你们家老太太 在车上 把我一顿好鼠了 我才知道 我这个没老板 在渝州老人们眼里 是多么的 不着他们待见 所以当时呢 我就想好了 我一定要拿出点 实际行动来 就算替自己赎罪吧 刘总 不好意思啊 我妈就这脾气 心直口快 宁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妈妈的话 让我愧疚不已 我哪敢在意啊 刘总 我说什么好呢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感谢三国的美女朋友 从贺殿赶来 参见我们明德公司 这个特殊的风景 这口井啊 曾经为我们明德公司 创造了很多的利润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封掉这口井 直至彻底地掩埋 你好 宋总 我是郑向东啊 是这样 我有一个想法 你看你能不能 明天带着这些 北京来的记者 去白露沟 搞一次义武直述 这样你们地下地上 就可以联手做一次 以环保为主题的宣传了 这个提议好啊 我可是很多年 没有参加过 这种有意义的活动了 这样吧 明天我就组织记者 去白露沟 参加义武直述 好好好 证据电话 让我们组织 北京的记者 明天去白露沟 参加义武直述 我去安排吧 别别别 证据交代的任务 我得亲自安排 你去忙吧 喂 郑局员 是这样 明天宋明会带着北京的这些记者 去白露沟搞一次义武直述 我的意思 你要抓住机会宣传自己 好 好 我明白了 再见 小强 老板 苗木公司联系上吗 联系好了 很优惠的价格谈下来的 我跟你说 马车沙同学绝对是一个看家高手 太棒了 好 嘉奖一次 你这样 两块打电话 让他们把苗木名声就送到 你知道吗 明天有很多记者 从北京来参加义武劳动 好 等等 弄点菜旗插上吧 行 老板 您跟您爱人谈好了吗 他不生气了吧 不生气是不可能的 少少 我代表他要向你道歉了 说实在的 我以为你一生气 走了就不回来了 那倒不会 我这人吧 一向都是越挫越勇 跟你一样 所以我们才能志同道合 走到这儿了 不过我还是想 请您转告您的太太 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人 所以 您就请他放心吧 等等 你 你刚才说什么 我 我属于哪种类型 小强说你是双鱼座的 这个星座的男的 都有点理想化 据说有严重的幻想 不想倾向 这种男人 很容易让女人抓狂的 让女人抓狂 对 你也抓狂 我没有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星座书上这么写的 你要是不相信 你可以看看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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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